一鞠躬 盛生一鞠躬向国军谢练们 至上满满的谢意和敬意 桃源市长张胜正在3号一早 来到巴的生命纪念馆内的 桃源市军人钟凌池 参加113年秋季典礼 悼念为保家为国而牺牲宝贵生命的英灵们 张胜正表示9月3号是军人节 因此一早便陆续赶往 周列祠和钟凌池参加秋季追思 感谢他们愿意奉献一切 才能有如今安和乐利的社会 今天九三军人节 所以早上一早先到钟列祠 谁知道巴德这边的钟凌池 来祭拜我们当年保家为国 牺牲的这些国军的将士 同时也趁这机会 对所有来这边参同祭拜的家属 表达我们对他们的谢意 我想这些国军将士 当年保家为国 为我们国家付出生命 那么我们今天的安和乐利社会 也要因水诗源 感念他们当年的贡献 所以不管是清明或是军人节 我们都是一定要来这边参拜 表达我们的追思 表达我们的怀念 很感恩 也趁这机会 表达对所有家属的慰问 当天市长也走下台一一 慰问遗族代表们 感谢他们让国军星链们能无后顾之忧 为国家效力 而有人也曾经向市长建议 能否提供站点跟友善的接驳车 体贴逐渐凋零的年长家属们 前来祭奠前人 更希望大家能珍惜 现在得来不易的和平时光 我都会来惦记家人 我家里人通通都是军人 我谢谢那个市长历年来 真的是挤办这个功绩 我真的是很感谢他 只是我希望是说交通方面 我们大家都凋零了 可以说给我们一个方便 一个互惠的公车这样子 因为我们以前来台湾的时候 真的很苦 连浑墨什么地方我们都睡过了 真的很辛苦 所以说我希望说 大家保持有太平的盛事 这样子不要再受这样子 很像颠沛流离 真的就是这样子 我希望我们台湾平安 当初新建八的生命纪念馆时 特别划释的国军棕林区 提供给退役军人和军眷进驻 成为桃园第一个国军专右股回贵位区 而现场也陆续有后代子孙前来祭拜 在军人节缅怀仙人的牺牲奉献更是别具意义 就这边请订阅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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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